这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 甚至有点可笑的案子 亿万富翁创办了阿尔法公司 涉足各个领域 赚得盆满钵满 疫情风控期间 怕好友在家无聊 邀请大家来希腊的私人小岛度假 为了增加点乐趣 邀请函放在一个很复杂的箱子里 需要破解层层谜题才能打开 邀请函上写着度假的主题 玩一群抽刺激的谋杀游戏 周长 科学家 壮汉 贵妇 四人相继打开箱子 到了黑妹这里 根本不费那个脑子 直接暴力开箱 照样拿到了邀请函 知名侦探布兰克 本身就为没有复杂的案件而发愁 现在有封控在家 更无聊了 巧的是他也收到了箱子 可以出去吐吐气 到了约定的日子 布兰克率先到达码头 其他人随后赶到 贵妇带着秘书 壮汉带着辣妹 就差黑妹妹到了 但奇怪的是 其他人互相认识 只有布兰克是顺面孔 上船前 要往每个人的嘴里喷点药 这样就可以摘下口罩了 壮汉有些犹豫 怕药是菠萝味道 他对菠萝过敏 但这东西没那么多口味 只是单纯的药味 就在几人准备上船时 黑妹终于赶到 看其他人的脸色 似乎不太欢迎 一些人坐着豪华邮轮前往小岛 黑妹站在甲板上看着大海 抓着栏杆的手微微用力 似乎有点紧张 布兰克打听了一下黑妹这个人 十年前和富翁一起创办阿尔法 不久前因为一点小争执 被富翁用了点手段踢出公司 现在身无分文 这样布兰克有些疑惑 都撕破脸了还私下见面 在科学家看来 问题不是富翁为什么要请他 而是他为什么会来 船即将抵达小岛 独特的码头缓缓浮出水面 富翁坐在沙滩上弹奏吉他 等待大家的到来 这些都是他的老朋友 他热情的跟每个人拥抱 但贵妇的秘书除外 抱辣妹的时间格外长 让壮汉有些尴尬 布兰克的到来让富翁有些意外 而黑妹的到来就成了惊讶 其他人陆续离开 不合群的布兰克和不受欢迎的黑妹 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 富翁带大家看了下他的豪宅 名叫玻璃洋葱 一般情况下 会有50人左右维持这里的正常运转 但为了这次特别的聚会 给所有人都放了假 旅途劳累 大家先回房间休息 布兰克被富翁单独留下 富翁有一辆爱车 走到哪开到哪 把它放在屋顶 是因为岛上没地方开 接下来该聊正事了 布兰克为什么会来这里 这话问道 不是他发的邀请函吗 藏在一个盒子里 解开层层谜题才能看到 正好把邀请函也带着 他看了一眼 货真价实 但问题是他没发给过布兰克 盒子是转人定制的 时间紧 只做出来五个 正好给五个朋友 第六个是从哪冒出来的 布兰克推测 是有人把盒子重置后发给了他 这就很尴尬 他是走还是流浪 富翁接受了这种说法 肯定是哪个导弹鬼 听说他要玩谋杀游戏 无疑把布兰克邀请过来 这样也好 会让游戏变得更有趣 但根据布兰克的经验 匿名邀请一般没有好事 富翁不在乎这些 来都来了 就留下来玩吧 布兰克换了身衣服 前往泳池 富翁确实很喜欢自己的车 还做了个模型摆在这里 上面放着饮料 壮汉突然来了去 富翁那天开着车 差点把他压扁 壮汉这人随身带着墙 兴致来了就开一墙 布兰克下水 发现科学家和州长 在嘀咕什么 秘书突然来找贵妇 劝他去向富翁求情 富翁正在对面和辣妹调情 这让他感慨万千 以前他是当虎模特 富翁只是个无名小族 甚至不敢相信 能跟他这种名人说上话 可今时不同往日 富翁已经是他高攀不起的存在 脱下帽子后 发现黑妹坐在旁边 他赶忙打了声招呼 好久不见 庭审过后确实有几个月没见了 那段时间很难熬 他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决定下水游泳 布兰克闲逛的时候 发现一台传真机 跟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 有钱人的世界他不懂 富翁从来不用手机 经常去的地方都放了传真机 好晚一样 有事发传真 不管他在哪里都能收到 贵妇发现一本旧杂志 拂面是他 嘟着嘴 头上带着钻石 辣妹很自然的坐在富翁身边 脚搭在富翁身上 贵妇也有样学样 把腿放在布兰克身上 对于布兰克来说 大家都很陌生 他想了解一下这是个什么圈子 用富翁的话来说 叫颠覆者 大家都颠覆了很多东西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贵妇以前是模特 后来因为着装事件 神败名裂 疫情期间执在家 设计了一条轻松裤 卖的特别好 壮汉不仅有一身肌肉 还是第一个粉丝破百万的网红 周长原本是家庭主妇 后来进入政坛 有了今天的成就 科学家成功前 经历了十年的沉淀 富翁总结了一条成功的经验 从小事开始颠覆 比如颠覆常规 颠覆观念 颠覆传统 而且一定要从人们厌倦的事开始 这样才能快速成功 因为颠覆的都是 大家希望被颠覆的东西 但一定要掌握好度 过了就不是颠覆 而是负面 还有一点很重要 人们不希望被颠覆的事 绝对不碰 因为得不到支持 甚至会迎来谩骂 诋毁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颠覆 前提是你确定能做成 不会死在半路 黑妹的到来 直接撕破他们虚伪的面具 这帮人的关系没那么复杂和高尚 科学家为富翁工作 周长要参加竞选 是富翁在背后提供资金 贵妇的轻松库 背后的投资人也是富翁 壮汉更是可笑 在平台上向青少年推广壮阳药 账号被永久封禁 富翁帮他转移平台 疯狂砸钱进行推广 简单点说 把大家串联在一起的纽带是钱 都是一帮为力师徒的小人 在这装什么高大上 黑妹一天静说大实话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周长追了过去 富翁被搞得有点尴尬 让大家自由活动 晚上八点集合 科学家也追着周长的步伐而去 看着黑妹的身影 周长觉得他变了 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 与此同时 秘书追上富翁 希望富翁行行好 别让贵妇发表 关于孟加拉国的声明 这会毁了贵妇的名声 他也会受到牵连 可富翁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听他指挥 那个声明必须发 没得商量 布兰克躲在一旁偷听 直到两人之间有了矛盾 在岛上闲逛的时候 发现壮汉在跑步 跟过去一看 富翁竟然和辣妹在床上 壮汉眉头紧皱 握了握拳 富翁又多了一个敌人 夜门降临 大家换好衣服来到大厅 富翁已经按照每个人的喜好 准备了不同种类的酒 对待秘书时比较随意 连个最起码的酒杯都没有 布兰克在旁边吃了口辣酱 挺上头的 富翁说那玩意很稀有 布兰克也不客气 顺手拿走一瓶 富翁不知道他的口味 就不帮他选了 酒都在这里 想喝什么随便拿 黑妹的出现让气氛有点尴尬 但富翁还是礼貌的递上一杯酒 这时 主长看到蒙娜丽莎 觉得富翁挺有意思 还搞一副赝品挂在客厅 他小看人了 那不是赝品 多亏疫情 罗夫公关门 又极度缺钱 富翁挺喜欢这幅画 就花钱暂时借了过来 借画没几个钱 但运输和安保消费大 连他都觉得肉疼 他拿出打火机示范 画瞬间被玻璃罩住 这东西很敏感 稍微有点动静 罩子就会关上 好在他做了一个机关 轻轻一按就能把罩子打开 说到蒙娜丽莎 他就得提起梦想 创造能跟蒙娜丽莎相提并论的作品 而这个梦想很快就会实现 一周后 他会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能统领未来能源的净化问世 也就是这个小东西 有些人懂 有些人不懂 布兰克就是不懂的那个 富翁把净化丢过去 这是新型固体氢染料 从海水中提取而出 蕴含着极高的能量 零碳排放 价格低廉 是家庭能源的终极解决方案 一旁的科学家提出抗议 之前就说了 这东西不安全 还需要两年时间去完善 这也是他和猪爪一直在讨论的事 不能这么早问世 出了事谁来承担 富翁的话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岛上的所有能源都是净化提供的 包括电 制冷和供暖系统 也看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来到餐桌前 开始这次度假的重头戏 今晚富翁会在这里被谋杀 线索已经埋在岛上各个地方 有真有假 需自行判断 只要能说出凶手 手法 动机 就能成为获胜者 布兰克想问问奖品是什么 这可把富翁问懵了 玩游戏不就是享受其中的乐趣吗 还需要什么奖品 布兰克有点尴尬 他就随口一问 以为会有个iPad之类的东西 当做奖品 没有就算了 全当他没问过 以富翁的身价怎么能说没有 那就按布兰克说的 用iPad当做奖品 壮汉提出一个疑问 他死了之后还能说话吗 这又不是真谋杀 走个过场而已 难道整个周末都躺在那装死 贵妇也有问题 能不能与人合作 这个不禁止 但获胜名额只有一个 你想分享线索的话也可以 毕竟这游戏设计的很难 这个难要看对谁来说 对其他人来说很难 对布兰克这种专业选手来说 一点意思都没有 谋杀还没发生 他就可以破案 凶手是贵妇 在十字弓上安装了定时装置 为了报复富翁 偷走他的钻石 富翁带着吊坠盒 与支撑装扮狗狗不入 钻石就藏在里面 气氛顿时有些尴尬 这也恰好在这时射处 富翁把布兰克带到自己房间 把奖品丢了过去 他现在已经肚子气 专门找人设计箱子 找编剧来写剧本 本来要玩好几天 结果被布兰克搅慌 那接下来的几天该干嘛 大眼瞪小眼吗 布兰克看富翁有点认真 这才说出事情 他是故意搞破坏的 也可以说是好意 富翁邀请了七个人来 其中的关系相当复杂 通过观察发现 每个人都有杀害富翁的理由 而这里是与世隔绝的小岛 富翁又提前把谋杀的想法 植入大家的脑袋里 假如桌上有把上膛的枪 灯也在这时熄灭 不难想象 谋杀游戏会变成谋杀事实 看富翁不太相信 他说出了几个动静 比如富翁说的那个净话 可能威胁过科学家 不同意的话就毁了科学家的名声 朱长也是 不同意的话就停止自助 在竞选中支持朱长的对手 贵妇的青松库 是孟加拉国的薛汉工厂制造 身为投资者的富翁 想让贵妇来背这个锅 至于壮汉 富翁恐怕比他还清楚 壮汉不仅知道 还看到了 他突然看到传说中的餐巾纸 顿时有点兴奋 阿尔法的原始构想就写在餐巾纸上 当时富翁在酒吧产生灵感 随手写下 成就了之后的阿尔法帝国 当时那帮人就在身边 想起往事 富翁难免有些伤感 人一有钱事就变多 朋友都跑来找 你帮了是天清地义 不帮就跟你出身四海 真的很难做 与此同时 大家在下面喝的微醺 壮汉的手机一直响 各种新闻和资讯的通知 一个接一个的来 谋杀有些被破坏 他们留在这也没意思 准备明天回家 气氛本来就不是很好 黑妹的到来让大家直接暴走 他失去的所有不光怪富翁 在座的人都有责任 主长都快被他逼疯了 问他到底想怎样 他要的也不多 就两个字 真相 看大家都不说话 壮汉决定来当这个坏人 真相很简单 大家抓住了财富 黑妹被淘汰 这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逝者生存 被淘汰就接受命运 不要总是摆出一份受害者的姿态 黑妹愤然离开 富翁和布兰克下来 壮汉的手机还是一直响 这次他有点兴奋 视频爆了 好多人三连 他让富翁来看看 现在有没有资格上阿尔法新闻 当然有了 富翁立刻献上拥抱 这么开心的时刻 必须嗨起来 贵妇给大家表演转圈圈 富翁坐到壮汉身边 随后走到中间 跟大家举杯供应 州长和科学家 突然露出惊恐的表情 富翁回头一看 壮汉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 倒在地上无法呼吸 很快就失去生命 这一幕来得太过突然 让大家受到惊吓 科学家去叫喘 顺便报警 一听到报警 富翁不乐意了 他可不想让人知道这里是犯罪现场 州长也不同意 他仿佛能看到新闻标题 州长在疫情期间 飞往希腊与网红相聚 或者雷琪死亡 布兰克认为有人在酒里下毒 科学家带来消息 等早上退潮船才能来 因为不退潮 富翁的码头就露不出来 没办法登到 布兰克建议大家回房休息 明天早上在这里集合 富翁突然发现一件事 壮汉用的杯子是他的 这说明有人想杀他 壮汉拿错杯子被误杀 联想到之前布兰克说的话 他立刻对朋友警惕起来 愿意付实意让布兰克找出凶手 布兰克去找壮汉的手机 可找遍所有地方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 从不离身的枪也没了 大家不悦而同的想到黑妹 富翁看了眼表 十点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按照谋杀游戏的规则 十点会系等 持续二十分钟 小岛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布兰克拿出手电照明 辣妹突然冲过来 说是黑妹杀了壮汉 还在他房间里乱翻 富翁被吓跑了 大厅里的人也够怀鬼胎 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 富翁在楼道听到脚步声 怕是黑妹索命 顿时逃跑 这时布兰克发现一件更要命的事 厨房里的刀少了一把 他跑到屋外 恰巧遇到黑妹 黑妹连撞还死了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去拿枪 那枪在哪呢 在两人旁边 已经瞄准好了 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 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布兰克正在跟黑妹交流 突然一声枪响 黑妹倒地 凶手跑路 其他人被枪声吸引过来 消失的刀在贵妇手上 大家从不同的方向过来 谁会是凶手呢 布兰克让大家别动尸体 回房间里说 连续发生两起命案 不能等了 立刻联系警方 别管码头 直接把船开上岸 大家现在一吐雾水 如果是黑妹杀了壮汉 那是谁杀的黑妹呢 难道有两个凶手 布兰克开始解释起来 其实事情早在上岛前就开始了 布兰克根本没收到箱子 而是黑妹带着箱子来找他 严格来说是黑姐 和黑妹是双胞胎 两天前接到通知 黑妹自杀 死在车上 车停在自家车库 引擎还开着 看过尸体后 他却收拾遗物 发现家里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之后就收到箱子 富翁邀请黑妹去希腊小岛 他知道那帮人经常搞这种聚会 还自称是颠覆者 在他看来就是一帮脑残 他觉得黑妹的死有问题 以他对黑妹的了解 不可能自杀 可他能力有限 找不到太多证据 只在电脑里发现一条线索 死亡当天下午四点 给富翁那帮人发了一封邮件 我找到了 再给你们一次 纠正错误的机会 不然就等着被毁灭 下面发了一张照片 所谓的东西 应该就是红色信封 邮件没人回复 然后人就死了 很明显有问题 他本来想让布兰克上岛调查 布兰克一听 还没公开黑妹的死讯 顿时有了主意 让他假扮黑妹一起上岛 一个侦探过去打他消息 大家肯定有所防备 有他在事情就好办了 他可以正常接受邀请去 布兰克会找个借口 比如匿名邀请 盒子重置什么的 但有一点得提前说好 上岛是有风险的 如果凶手在那些人当中 看到他的那一刻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布兰克只是侦探 不是保镖 不能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为了帮黑妹报仇 他愿意冒这个险 之后他换了发型 穿上黑妹的衣服 拿出黑妹的日记 练习黑妹的说话方式 布兰克已经制定好计划 他先道 跟大家套近乎 黑姐来得晚一点 少说话 表现得高冷一点 在他看来 伤害黑妹是为了保护富翁 富翁可以被排除嫌疑 之前的庭审引起轰动 如果在这个时候杀人 有曝光邮件的风险 富翁不会傻到犯这种错误 看了下黑妹的日记 十年前那帮人就混在一起 但都是黑妹的朋友 贵妇是个过气模特 壮汉只知道打游戏 州长经历了几次竞选失败 科学家是个代科老师 都是三十岁左右 一事无成 富翁是后来才加入的 他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要创造能跟蒙娜丽莎 相提并论的作品 一开始没人喜欢他 后来才出现转机 他给贵妇弄了个时装展 效果很好 帮科学家的文章出版 给壮汉开通社交账号 助州长竞选成功 黑妹在那时有了灵感 把阿尔法的故乡随手写在餐饮纸上 之后跟富翁合作 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顺便帮其他人更上一艘路 随着公司做大做强 富翁的野心也守不住了 两年前 在壁鲁的一个通灵仪式上 富翁遇到一个挪威人 花重金购买了新型氢燃料的点子 之后沉迷于此 要投入公司所有资源 去弄这个燃料 结果被黑妹否决 那东西太危险 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为了阻止富翁 黑妹决定带走一半资源 成立新的公司来对抗 可还没开始行动 富翁就谋划着把他踢出去 他这次把富翁告上法庭 案子的重点在于 公司创立概念的知识产权 也就是那张餐巾纸上的内容 富翁让那些人作伪证 说当初是他把想法 写在餐巾纸上 黑妹早有朋友背叛 只能净身出户 庭审结束后 富翁伪造了餐巾纸 借此大做文章 黑妹当时非常愤怒 也正是因为愤怒 才找到了那张纸 这才有了群发邮件的事 红信封里装的就是那张餐巾纸 了解完情况后 布兰克指定方案 找出每个人的动机 看谁会铤而走险 为了这事而杀人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案发当时每个人都在哪 上岛那天黑姐抓紧来看 倒不是因为紧张 而是晕船 两人故意坐在最后 是为了商量怎么行动 布兰克预判到富翁会找他问话 黑姐要趁这段时间去打探消息 第一个遇到的是辣妹 辣妹带着金牛做项链 是生日那天富翁亲自送的 还把整个公寓楼顶铺满花瓣 相当有情调 辣妹在圈子里属于后来者 不是很了解之前的情况 但是能看出大家有点过分 在背后捅了黑面一刀 这地方辣妹是第二次来 去年也来过一次 她不是很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的氛围 壮汉是男权主义 总是把她当花瓶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无视她 她本可以离开壮汉 但正在发展自己的事业 打造自己的品牌 需要壮汉在网络上的人气 没办法 想走捷径必须得有所牺牲 周长和科学家私聊的时候 黑姐在偷听 两人都不支持富翁的进化 但没有反抗的能力 一旦和富翁撕破脸 他俩会相被毁掉 贵妇在跟秘书私聊时 黑姐偷偷堆了个入银机过去 之后把这些信息告诉布兰克 黑姐干这些事有点紧张 一直在喝饮料 布兰克拿过来一看 这哪是饮料 是酒 黑姐不在乎是什么 反正喝了感觉很好 不会胆怯 富翁在介绍颠覆者的时候 他又灌了口酒 揭开每个人的真面目 离开时朱长追了上来 他强壮淡定 指责朱长 在法庭上都不敢看他的眼睛 之后壮汉也过来了 州长主动聊起邮件 他指责州长连回复都不敢 州长是没回复邮件 但打电话了 不是他一个人打 而是都打了 可他谁的电话都不接 后来大家去他家里找他 州长和科学家同时到达 壮汉稍早一点 可敲门也没人开 晚些时候一让贵妇去了一趟 还是没见到他 州长觉得已经回复过了 可他还是咕咕在上 咕咕逼人 那他得问问 如果那天见到他 会是什么画面 哭着说对不起 不该支持富翁背叛你 还是要劝他别动用性风力的东西 州长老街下来后觉得那里有点奇怪 但一时又说不上来 黑急的表现超乎布兰克的预料 州长和科学家可以排除嫌疑 两人同时到达 早到的壮汉和晚去的贵妇比较可疑 布兰克觉得不能把话说死 州长和科学家也有可能比壮汉嫌盗 上万人在周围转几圈 装作来得比较晚 看到一旁的传真机 布兰克立刻翻了起来 有重要发现 科学家在收到邮件后 第一时间传承给富翁 这时 壮汉闯了进来 两人立刻躲避 壮汉直接给辣妹打电话 让辣妹去伺候富翁 帮他争取上阿尔法新闻的机会 何者不是两人有奸情 而是壮汉亲自把人送过去的 他不是在生气富翁玩弄自己女人 而是生气富翁不让他上阿尔法新闻 之后黑姐称贵妇不在房间 把录音机拿了回去 两年前合作商发来邮件 明确表示由血汉工厂制造 物美价廉 他回复的是太好了 还加了表情符号 富翁给他开出的条件是三千万 他本来就有责任 现在还有钱拿 所以才同意扛下这件事 现在每个人都跟富翁有很深的羁绊 富翁一道 他们也会跟着道 都有保护富翁 杀害黑妹的可能 而且都去过现场 无法判断凶手是谁 布兰克改变策略 寻找信封 不论是谁 都是为了信封而杀 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肯定不会立即销毁 而是用来邀功 让富翁满足自己的需求 东西肯定不会随身携带 藏在房间里的可能性比较高 布兰克让他晚上去主动调试 把气氛闹得僵硬一点 然后愤然离场 去寻找信封 房间随便翻就行 不用收拾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信封 壮汉就是在这段时间死的 找到辣妹的房间时 手机一直想个不停 打开一看 这才一直到不妙 黑妹的死讯被公开了 因为耽误了一点时间 被辣妹抓了个现象 本来气氛还好 辣妹说壮汉不该是那种下场 他不知道什么情况 刚才被壮汉气得不求 张口就说壮汉活该 这样辣妹误以为壮汉是他杀的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还好电停的及时 让他逃过一劫 之后在走廊偶遇有富翁 富翁转身就走 他跑到外面跟布兰克会合 这才知道辣妹所谓的下场是死 房间他都搜过了 没找到信封 布兰克突然想起一件事 光顾着找别人的房间 万一已经把信封交给富翁了呢 两人话还没说完 他就被一枪击中 好在他福大面大 把日记装在口袋 布兰克看了眼身后 这会儿还没人来 他拿出一瓶辣酱 让黑姐继续装死 他会把大家带进去拖延时间 黑姐趁这个时候去搜富翁的房间 之后大家陆续出现 黑姐下巴上有一滴水珠 已经快流到鼻子里了 眼看就要露线 布兰克终于把大家带走 他立刻前往富翁的房间 信封果然在这儿 藏得很巧妙 与此同时 布兰克也揭露真相 从情感上来说 他很失望 本以为凶手有多聪明 案子有多复杂 结果傻蛋一个 案子也简单的要死 这个傻蛋就是富翁 杯子的事没人发现 是他提出来的 他说是拿错了杯子 大家就理所应当的这么想了 忘了他的话重新回忆 会发现不是拿错杯子 而是他把杯子递给壮汉 那他为什么要杀壮汉呢 因为去黑妹家那天 壮汉不是第一个到的 在路上遇到富翁的车 还差点被撞 在泳池的时候 壮汉就提过 而且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 只是不知道黑妹死了而已 富翁这六个月来 并不是都在希腊 最起码辣妹生日那天不在 也就是两周前 黑妹遇害那天 这时黑姐拿着信封下来 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 既然信封来了 那就说说信封 信对谁的威胁最大 当然是富翁 科学家发传针的时候 富翁人在纽约 立刻开着爱车去找黑妹 假借谈判的名义 在杯子里下药 布良克真是太看得起他了 把案子想得太过复杂 以为他不会傻到亲自动手 没想到真的这么傻 壮汉死前手机想个不停 死后手机不但不响 还消失了 而消失的手机就在富翁口袋 就那么当着大家的面 堂而皇之地把手机拿走 壮汉给他看的根本不是什么爆款视频 而是黑妹的死讯 他没有在酒里下药 而是倒了点菠萝汁 壮汉上传前就说过 对波罗过敏 接下来是杀害黑姐未遂 说起这个 布良克就更生气了 竟然偷他的点子 他毁了谋杀游戏后跟富翁说过 被邀请来的人对富翁有杀意 万一桌子上有把枪 灯又在镇射熄灭 谁能保证不住事 富翁连一点改动都不做 定好熄灯时间 把壮汉的枪放在桌子上 趁着急黑一片把枪拿走 杀害黑姐 其实在走廊不是害怕的转身 而是叫了几句没人回应 以为不在那边才转身的 布良克真是服了 这是他见过最不耍花朵的凶手 最可气的是 竟然不烧毁餐巾纸 还保存起来 富翁还想挣扎一下 怎么证明这是最初的那张餐巾纸呢 那家酒吧早已关门 餐巾纸上的标记也可以证明 富翁伪造的那份没有这个标记 富翁又现学现卖 点燃打火机烧了餐巾纸 现在没办法证明了 他把选择权交给大家 谁看到刚才发生的事了 大家都指着他过火 自然是装作没看见 他虽然没脑子 但是有钱 布良克也拿他没办法 虽然知道真相 但是没有证据 黑姐希望大家能站出来作证 可大家却选择保持沉默 太现实了 布良克递给黑姐一杯勇气 并提醒他当初黑妹为什么离开 他转身看向富翁 一口干了杯中的酒 把杯子摔在地上 然后是旁边的艺术品 富翁一服无所谓的态度 毕竟疏委屈了 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砸就砸了 再买就行 他有的是钱 黑姐的行为让大家开始躁动起来 谁心里没憋着口气 贵妇率先加入 感觉很爽 辣妹紧随其后 州长和科学家也开始了 秘书也加入进来 富翁看大家玩得这么开心 也跟着砸了起来 大家发泄的差不多了 可黑姐觉得还不够 开始砸钢琴 这一锤子下去得好几千万 随后又抢走富翁的打火机 放了八火 富翁这次有点生气了 劝黑姐适可而止 黑姐还差最后两招没放 一是提醒富翁黑妹为什么离开 布兰克说这句话的时候 把净化交给了黑姐 黑姐让富翁仔细看看 然后转身丢向火堆 火来得快 去得也快 净化的恐怖之处终于显现 爆炸声此起彼伏 富翁这地方算是被毁了 倒数第二招完了 还有最后一招 蒙娜丽莎 黑姐给富翁比了个手势 立刻冲向那个罩子开关 富翁虽然也跑了过去 但没阻止得了 开关被按下 罩子打开 不朽神作在富翁的猪子下给烧毁 东西砸了可以再买 房子炸了也可以再买 但蒙娜丽莎是寄来的无价之宝 再有钱也买不了 富翁还忽略了一件事 净化的问世一鸣惊人 阿尔法帝国将在青鸽墙毁灭 但还是得恭喜一下富翁 终于实现了愿望 跟蒙娜丽莎相提并论 以后人们提到蒙娜丽莎 必然会想起她这个千古罪人 朋友们也很现实 既然她已经倒下 就没必要追随了 贵妇率先表态 刚才看到她收餐金子 周长看到她拿壮汗的枪 科学家看到黑美遇害那天 她开着爱车去了黑美家 她这次死定了 连一点翻身的可能都没有 《猎刃初鞘2》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